大家好,我是八戒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8月21号星期五 又到周末了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大选方面的一些消息 在昨天晚上周四美东时间 美国的民主党党代会正式结束 拜登是美国民主党正式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将在2020年的11月3号 跟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一决高下 那在昨天晚上的美国民主党大会上面 拜登有一系列的重要的讲话 那八戒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讲话到底有没有一些意思 好,我们首先来看 他说美国的历史上告诉我们 我们目前处在最黑暗的时刻 我们目前已经取得了最大的进步 在历史上可以说 在今天晚上开始 我们将终结美国黑暗的这样一个时刻 因为爱、希望和光明 我们将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而战 他也说到 在目前我们的国家工人 正在遭受巨大的攻击 贫富的差距不断的扩大 我们的中产阶级正在缩小 我们的贫困持续的存在 我们将要在今天 将要在未来改变这一切 他也就是说 他对这些选民 对于支持民主党的整个的群体来说 他在向他们喊话 首先第一个寓意很清楚 他说川普这当选的 这执政的这三年多以来 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刻 从几个方面应该能看到 第一个是美国的失业率 已经从3.5%最好的时刻 直接攀升到14.7% 今天美国的失业率 大概是10.2% 目前是这样一个水平 另外一个方面 美国由于他整个的防控疫情的不利 目前美国整个的死亡人数 高达17.2万人 另外美国的确诊人数 即将突破600万人 这也是在美国历史上 犹如一场战争所带来的伤害 是如此如此的巨大 所以他就帮以上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是把他一盆子扣在川普的头上 大家去品一品 这样的一种扣法 是不是有点意思呢 是不是是正确的 还是说他只是为了竞选而竞选 他在整个的这个竞选的演讲当中呢 他也没有说到怎么样通过一些具体的一些方针啊 或者是一些革命性的一些政策啊 能够去改变目前所有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他只是为了抨击而去抨击 目前从整个民主党党代会这四天的整个的发言来看呢 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抨击而抨击 像这个奥巴马和他的夫人呢 前第一夫人呢 都是为了抨击而去抨击 巴结也没有看到他们整个的对于民主党 或者是对于美国整个的未来的这个执政 他们当选以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一些执政的方法 一些理念啊 给他提出来 巴结也是没有看到 唯一看到呢 就是拜登他宣扬的将要给这些公司进行个加税 可能也要会给这些高收入的人群也要进行个加税 那对于未来以后开公司的人来说呢 或者你年收入超过四十万美元的人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因为他们的税收啊 可能将要比现在大概要高一个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这都是非常大的可能性 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密切的关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拜登 他在历史上一共有两次这个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但是分别都是失败 分别是在1988年和2008年 他这两次呢都是想要去冲击民主党的党内的总统候选人 那目前呢这两次呢都是以失败过终 然后呢这个乔拜登他还在这次的讲话当中呢 他还说我以极大的荣誉和谦卑 接受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这样一个提名 在这一刻希望光明和爱能够照亮我们的未来 我们有希望看到我们前进的方向 并且彼此的相爱的下去 他就是这句话呢就是从潜台词可以去解释呢 目前拜登他已经领导了这个美国的民主党 他希望美国的民主党能够摒弃之前所有的党内的一些派别的一些斗争 因为在民主党党内呢也有中间派跟激进派还有特别激进派 这三种派别呢都是在互相的进行一个角力 所以呢目前之前有节目当中巴结也说了 拜登当选以后呢如果他能当选的话 首先就要搞定这党内的一些大佬相互的这些利益方面的一些斗争 所以他目前他这个前列词他也是说暗示这不是党派性的时刻 这一定是美国历史性的一个时刻 我们一定要朝着远方去看 这个远方呢就是未来两个月以后 11月3号这个美国大选 如果我们能够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大选搞定了 那剩下来所有的问题应该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所以他整个的这番话呢你如果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呢 大概就是一个拉选票 让大家能够看到他是多么的这个谦卑 多么的有爱多么的有光环 那从背后的一层意思去解读呢 他也就是暗示着这个党内一定要摒息这个斗争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往一处使 好好的去拉这个募集资金 好好的去拉这些选票 我们把这个宝座给他搞到时候以后呢 我们就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逻辑思维 按照我们的这个形态能够去设计我们想要的这些政策 能够摒弃掉川普当时一系列不成熟的这些政策 或者根本就是跟我们的意见相组的这些政策 我们要去一定要去打倒这个川普 大概就是整个的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 根本没有看到一系列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政策的宣扬 巴结还没有看到具体的一个政策的表述 另外呢美国的共和党 现任总统川普的这个共和党呢 将在下周一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 举行一次小型的会议 然后呢他们将在为期一周的共和党的党代会上面呢 将要提名美国现任总统川普 代表美国共和党跟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拜登进行一个同台竞争 一决雌雄 谁能够入主白宫 将在这个11月3号一决雌雄建议高下 所以呢目前将在8月27号上面呢 川普可能将要发表一系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讲话 那我们将要在下一个周将要密切关注美国共和党党代会上面 具体有一些消息进行一个曝光 目前川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一方面呢美国纽约州的法官呢 已经强力的拒绝了特朗普的律师 发表的对于禁令禁止的禁止迈哈顿的这个检察官 向特朗普的会计师事务所请求这个税表 一定要要求特朗普必须按照这个检察官的要求 把他所有的税表一定要公布于众 一定要给这个检察官去审阅 另外呢特朗普的这个班农 前任的这个特别顾问班农也是被抓了 还有被抓的呢还有另外好几个人 以及特朗普从这个当选以来呢 从2017年当选以来呢 不断的在这三年当中呢 他身边的大概有七八名的人呢 都陆陆续续的都被抓 巴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所以川普呢目前是非常非常的尴尬 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熬 那川普将要怎么样去面对 目前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局面呢 他到底能不能去稳住 他整个在这个农业州 在这个摇摆州 整个白人的工人阶级 这样的一个选民基本盘呢 以及这些少数族裔 黑人呢 雅裔啊 到底能有多少人 能够站出来去投川普一票呢 这一切呢 可能都是未知数 但是巴基呢 在这个华尔街这则消息的下面呢 看到了大概有1000200多条评论呢 大部分呢 居然都是支持川普的 只要有一个是支持民主党的 是支持拜登的 是宣扬拜登的整个的这种 这种政策的 这种移民政策啊 种族主义政策的 他只要有这种的口吻的出现的话呢 那接下来就有立马的就有两三个 这个支持共和党的 支持特朗普的这些人呢 就在下面怼他们 所以从这一个方面可以看到 美国的民调 目前虽然上来看 是拜登领先特朗普 大概7到9个百分点 但是从底下每个消息的评论当中 大家从评论区可以去细细的评一下 很多的评论区的美国网友啊 脑袋瓜应该还是能够分辨是非的 他们还是知道 什么政策对于他们有利的 什么政策对于他们没有利的 整个的民主党玩的那一套 为了抨击啊抨击 他们看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些表面的 民意的这个调查 被他们这些民意调查所糊弄 大家应该去深入美国的民间 什么叫民间呢 去看看美国的论坛 去看看美国新闻底下的评论区 这些评论区呢 很可能他们赶出来发言 就是他们一定会在这个选战当中 去投他们所支持的那一票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从当中去获得一些 这个数据上的一些分析 大家也可以去 在这个评论区当中 也可以去做一个统计 巴结目前的观察呢 大概是有50对50 不是像这个民意调查当中的 是拜登是占据这个 大多数的这种民意调查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巴结给大家带来 今天的美国大选方面的一些消息 那我们将密切关注 后续美国大选 披露出来的一些消息 特别是在下周一呢 美国的共和党 这个大会开了以后呢 相信会有更多的一些 惊爆的消息呢 会给披露出来 那川普这个大嘴巴呢 将在共和党的党代会上面呢 将有怎么样一个 金氏的言论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 好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请在底下评论区评论 或者给巴结私信 喜欢巴结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